搭车去新疆第十集 我们在新疆搭车 现在位于巴里坤 在巴里坤镇子边上 看到了难得一见的风景 看完风景后 我们继续搭车 这时候 一辆面包车停了下来 木雷 我们搭到了一辆 计划声誉宣传车 您去哪儿了 那能上我们到海滋檐吗 方便吗 好 谢谢 司机师傅 同意了我们的搭车请求 并且会送我们到海滋檐村 全程19公里 而且我们发现 在海滋檐村的旁边 就是巴里坤湖 这更让我们兴奋了 谢谢 谢谢师傅 你们去海滋檐干什么呢 谢谢 谢谢 司机师傅和他同行的人说着哈萨克语 我们完全听不懂 哈萨克族的 哈萨克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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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就是海滋檐的人吗 嗯 你们是去镇县县买东西的 嗯 是不是您还会讲哈萨克语 嗯 一般汉族都不太会的 我感觉 不可以 因为你们都住在一块儿 然后就小时候就学会了 河南 河南啊 我这个建国之后不是说是 新疆这边有政策比较好一点 过来了好多人 嗯 海滋檐就在巴里坤湖旁边吧 这个湖还挺有名的 之前听好多人说过这个湖 好像是铲铲矿的盲销还是什么 嗯 汽车行驶一段时间后 我们到达了海滋檐乡 我们和师傅告别了 师傅刚刚把我们烧到这个海滋檐乡 然后这边旁边是一个巴里坤湖 嗯 我们现在准备买瓶水 然后再往前走走看 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里的房子都是检一棚搭建的 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里 发现了这个地方其他的秘密 谢谢 我微信给你吧 嗯 多钱 嗯 嗯 一共两块啊 这里的人看我们 眼里好像充满了好奇 好 过去了看一下 好 谢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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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